大家好,这里是农民养花草 今天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绿螺的养护 绿螺在生活中还是比较常见的 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养上一盆 它枝叶翠绿特别的养眼 而且也净化空气的能力特别强 若是新装修好的房子 或者是说安装新家具的房间 养一盆绿螺就是不错的选择 它就是适应性比较强 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能养护 并且生长比较快 特别适合新手 但是很多人养绿螺的时候 容易出现一种情况 比如说黄叶 烂鸡 还有就是黑服 养了养的就变得越来越稀疏 光涂涂的很难看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 怎么养绿螺才能让它就是 生长旺盛不会死呢 今天给大家分享三个小窍门 只要你记住它 按照这个方法去养 那么绿螺就能长得旺盛 不容易死亡 第一点就是要记住 绿螺这种植物它不喜欢强光 居家养护最好把它放在家里 散射光充足通风比较好的地方 不要给它强光曝晒 当然了也不能长期的缺光 若是你缺光的话 它就容易长得比较慢 而且长得叶子比较小 这样也会影响它的观赏 但是光照太强了 它也容易出现黄叶的现象 叶子发黄并且生长缓慢 所以说给它合适的光照 这一点也挺重要的 第二点要注意 就是绿螺这种植物浇水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它虽然喜欢湿域的空气环境 但是它极怕积水 土培的绿螺只要是长期浇水 就是频繁的浇水 积水之后特别容易烂根 烂根之后就是质干黑服 黑服之后呢 就是整个的就是枝条就死掉了 你若是不重新扦插的话 它就会变得光秃秃的 很难看 所以说咱们养绿螺 一定要掌握好浇水的频率 若是就是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浇水 最简单的判断方法 就看它的叶子 当它的叶子发灰 不是那么有量的时候 就可以给它浇水 浇透水之后 一定要多通风 不要让盆里出现积水的情况 平时呢可以多用 多用就是喷壶 就是物质喷壶给的 像它的叶片呢 喷湿一些水物 能让它生长更旺盛 枝叶更翠绿 第三点呢要注意好 要做到薄肥禽湿 绿螺这种植物呢 想让它长得快 枝叶翠绿 那么施肥也是很重要的 虽然它呢 就是对肥料的要求 并不是很高 但是你要长期不施肥 肯定会影响它的生长 建议呢就是 一个月至少给它施 一到两次的 就是复合肥 我呢长期讲绿螺 就是两个月左右 给它施一次有机肥 就是这种 我常使用的 就是这种 微生物菌剂 就是我两个月 给它用一次 一次呢用上十粒左右 它呢能让土壤 更加的疏松透气 并且呢为它生长呢 提供大量的养肥 像那个蛋铃钾呀 钙美心呀 等这样的元素 都能为理罗提供 它呢就不会缺少 不会有养肥的缺失 并且土壤疏松透气 呈酸性 那么它就会长得比较旺盛 那你若是想 它就是在春夏世界 长得再快一些 那么咱们再可以 还可以给它增湿一些 就是这种 液态的复合肥 比如说这种 浓缩植物营养液 那么你就可以 一个月或者是 二十天左右 给它用一次 这样两种肥料 结合着去使用 那么它就会 长得特别的快 并且的叶片越大 越长越大 特别的浓绿 你只要是养绿 如果掌握好这三点 它就长得特别快 如果是你在掌握好 千叉的方法 那么一盆就能变多盆 怎么养都不会死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那么一会儿 谢谢大家